民进党的部分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 前天两个人为了台北市长到底该如何提名 在终植会上火爆交锋 今天谢长廷带着外宾拜访苏贞昌 但是两人几乎没有互动 气氛很尴尬 行政院前院长谢长廷 邀请国际自由联盟副主席来台访问 并且和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会面 但前几天才传出 在民进党终植会上 谢长廷 苏贞昌两人激烈争吵 现在再度会面 气氛会不会很僵 不会 我们对外是一致的 我们理念也是一致 我们要实践的方法有不一样 是在方法上不一样 不要把它提升变成 是理念的不同 我觉得我们内部的意见可以不知 对外一定要团结 虽然见面前直说不会尴尬 但带着客人拜访苏贞昌 见了面两人却没有握手 眼神更是完全没有交集 苏贞昌笑容满面一间外宾 谢长廷只能干坐一旁 左看右看 但就是不看苏贞昌 如果在前两天你就来 读到台湾的报纸 你会以为我们两个人在吵架打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两个人坐在这里 一致的欢迎你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在面对 整个自由民主这个题上 我们是一致 在媒体和外宾前终于主动提起 只是这番话不知是释出和解善意 还是再度放冷箭 但从两人几乎零互动的反应看来 为了党主席之争 气氛像是结了兵 欲见TV胡锦顺情练群台北报道